重點還是說我們希望能夠成為萬方醫院在南區 所以他們其實承擔了大部分這邊民眾的需求 那這邊可以緩解他們醫院的壓力 那最重要的是將來PCR的量能現在能夠再增加 那實驗室的負擔也很重 那將來這邊可能不是單純的只有做PCR 可能最後變成一個很重要的院外能者 那這邊就變成一個獨立的一個小醫院在外面 你昨天影片有特別提到野戰醫院的概念 他大概會怎麼樣來run 就是這裡就是一個獨立的可以作業的地方 就是要打仗的時候設的地方 那保留醫院本身的量能 所以這邊將來就是應該是說重症到醫院去 輕症沒有症狀或有一點點小狀況的做到這邊來 他就是一個院外的獨立 我想這個是一個區域聯防的概念 就是這個區然後萬方跟這裡是一個連結 那我們也會在包括我們可能也會在成立新的專責防疫儀館 讓他們的住院病患也有辦法下轉 那現在也在做區域聯防的媒合 那目前為止希望說保住醫院的量 尤其是集中正能量的 所以這都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護我們醫院集中正能量的還有專責病保 你昨天說的野戰醫院好像外界就有點解讀說是不是有點類似像中國的方法 不是啊他就適合在外面獨立作業的男生 那跟市委哥他會說你說這邊會多一個像實驗室的概念 以及PCR 不是不是 實驗室是因為萬方本身他們有實驗室 所以他們可以自己承擔24小時承擔PCR的量能 因為我們自己其他醫院都有配置的實驗室 那這個站開起來萬方會自己把這個存儲量由他們自己吸收 這樣就不會就不會占到我們現有的實驗室的量 就也謝謝萬方醫院 現在我們原來是 車台室比較傾向是做所謂的PCR採檢為主 然後拿藥為主 那接下來我們會調整成看診拿藥為主 PCR是PCR當然現在還在做 但是將來有一天確診的數量遠超過PCR的數量的時候 到時候PCR可能也沒有辦法做得很完整的時候 這裡還是一樣能整為主 拿藥為主 那PCR採檢會變成可能中間會有那個料能 可能在我們的能力發為之內做 所以他主客會會異動 對